走進市場每個攤位一一拜會 呼籲投下四個不同意 公投進入倒數 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和要拼議員選戰的林嚴峰 最後關頭全力衝刺 請理性堅定的投下四個不同意票 1月9號也請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同一時間立委林常佐也和萬華 在地議員吳佩義 在另一頭接頭宣講 喊話四項公投和霸場投票 五個不同意 國民黨則是由黨主席朱立倫 領軍戰車掃接各自拼場 而現在綠營集中火力猛攻萊豬議題 因為反萊豬公投如果過關 恐怕會對台灣造成嚴重衝擊 看到韓國乃至於我們其他國家的 這種積極態度 我們沒有時間繼續內耗 而且是因為個別的這種政治因素 來去推翻以前的這種國際承諾 畢竟南韓政府13號也正式宣布 申請加入CPTPP 對台灣而言更有不得不加入的壓力 蔡總統還特地錄影片呼籲 台灣絕不能往後退 為了我們可以加入CPTPP 禁止美豬進口這一題 那麼導致的不同意 政府所做的事 如果公投推翻掉 那就必須整個要受到拘束等等 所以政府出來說明等等 也都是為了避免發生變化 四大公投不只關乎台灣 是否能順利加入CPTPP 更對台灣經濟影響重大 最後階段綠營親權力衝刺 力拼四個不同意 三位選李文庭 周凱恩師小組 並由22號